哈哈哈哈 飲料 哇 它的水真的很細耶 它真的很香 金掌發 金掌發了 你看這種那種 curb 難怪我喜歡 我喜歡那種 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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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金掌發熱的味道 不可以 為什麼我感覺很久沒有吃 沒有我覺得我們上次直播 上次 是不是太快了 沒有我們上次是那個很深夜的直播 你記得嗎? 就是那個在貼貓直播 對 嗨 大家知道我們上次在貼貓直播嗎? 第一次 哇今天送300元 coupon 好多喔 怎麼那麼好 200還是300 300 你寫300 不可以反悔喔 對啊 說話雙話喔 今天Ruby給我們的主題是 坐在辦公室但是還是想度假 結果我們第一套就沒有度假 我覺得這句話好像不太能適合講出來 沒有他給我們的主題 我們沒有這樣想 我們很想要工作 沒錯 我想 好是喔 其實我們就要Ruby小編嘛 好是喔 我們講到這個主題 我們很想要 是喔 我們很想要坐在辦公室 對啦 哇 你們這樣會長到 沒有 我才會長到我們 但是我們往這邊一點 而且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 這樣子一點 對阿這樣好像比較好耶 然後不會 不會那麼輕 本週新品好好看 而且擺面也很好看 對 我覺得我們擺面真的是 就是一點進首頁會有一種 微風吹來的感覺 我覺得每次真的是都 這超厲害的 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好 我們可以開始講 我今天跟可宇是一個 我們全身上下出的內褲 然後穿一模一樣的東西 而且我們沒有say好 我是 但是我穿出來之後才發現 欸你怎麼跟我一樣 我們選了一模一樣的搭配 因為我想說我們就是要想說來開一個場 然後結果我們好像都抓同樣的 對 我們這種衣服還有穿一樣的褲子 你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你會抓到這件上衣的褲子 因為我選 我穿 這是不是看起來有點像黑色啊 欸我覺得這個燈光又變暗了 這燈光是不是不太好 你們剛剛不是有調過嗎 那我穿綠色的褲子啊 綠色的褲子好像就只能配白色的上衣 會比較 不那麼重 因為綠色它本身就很重 對 所以我就選擇白色的上衣 那你呢 我 我 我穿這件是因為想說 因為它好像賣還不錯這樣 而且它這件其實 就是感覺夏天 就是你可以去遮涼 然後你看可宇它白色其實很明顯 就是它其實這個材質是沒有到非常的厚 它是有點厚浮的 它是逐節綿的 微透的感覺 就是可以看到裡面 我們已經成為彼此的蛔蟲 好可怕喔 你肚子也會蟲 而且因為我們兩個是坐對面 對阿 坐位是坐對面 想搶先看明天新品 等一下會有 明天會有那個 是 不是明天嗎 是後天 是後天嗎 是後天嗎 等一下會有那個 嚇我 擔當的人 應該晚一點 因為我覺得還是主要先以 趴什麼新品 對 先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其實好像可以 可是我們這樣分開介紹好像也很奇怪 不要 我覺得我們最後 我說我們現在身上回 對啊 那怎麼辦 可是這樣如果我們一起介紹完 我跟你講 我先介紹 然後你今天要介紹布拉提 我剛剛有拿那個布拉提過來 你就一起介紹 然後等一下一個人先介紹布拉提 沒有 我先介紹 欸不對阿 沒有你們一起介紹 然後你就要抱聽你去換衣服 對啊 好 開始 先從上衣開始 這是基本款 然後這禮拜賣很好 有很多顏色 賣很好 然後我覺得白色可余的白色是最百搭 因為如果你想要搭這種褲子的話 不管什麼顏色 紫色阿 綠色阿 還是黑色 你就是買白色就可以 就是白色去這樣搭 然後因為我們裡面有 我們都穿了剛好同一款的布拉提 等一下可余會介紹的布拉提 好 我就穿起來蠻舒服的 喔 是我介紹 喔 你去換衣服 它是後面是 佩妮是 跑進參觀 對 剛剛也是透明的 我覺得你看 它是Y字的 而且因為剛好搭配 我們像這種夏天很多這種 落肩的阿 或是這種寬圓靈的 對 它其實是做有一點 就是它有點做落緊的感覺 它是不是 那它的正面就是一般的小可愛 它不是一般的小可愛 但是這邊是這樣子 然後Y字 然後一樣是可以做調整的 它這邊是可以做 欸這個款式好 它這邊是可以調整 它這邊是可以調整 就是如果每個人的胸型 可能想要 有些人想要穿低胸一點 就是可以調低一點 對 然後最神奇的是 Peggy跟我都穿S 這樣子是 對你好像不太好 不會阿 沒有就是 會壓倒 沒有還好 因為我把它的那個後面的調節環條 比較鬆 對 所以其實這個款式上 如果平常會買M號的人 還算可以調S號 然後把那個肩帶拉長一點 它就會不會那麼緊 對 而且它的罩杯是屬於那個薄的 薄墊的 就是它不是上薄下薄 它是完全就是薄的 一般的薄的款 為什麼夏天還是很多長袖 對啊 因為現在6月阿 我們現在6月的長袖是透式的 然後接下來7月就會是短的 可是我自己也會穿總欸 無袖的 因為其實 有些人 我有些朋友 他們其實是不喜歡穿短 就是不喜歡單純倒臉 他們喜歡自己捲起來 或者是喜歡防曬 對 就是捲成像這樣 而且像這個其實不會很柔 我剛剛一穿上去 我有就是驚訝到 就是比我想像中還要舒服 比我想像中還要輕浮 而且如果去海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真的好 因為海邊你裡面可以穿比基尼 如果不敢單純 下面就穿內褲阿 如果你上面一樣穿短袖 我覺得好像也太露了 對 你可以穿裡面穿比基尼 然後外面穿 看一下 它是有點短版 短版 剛剛有人會說想紮進去的話 是不是要買M號 我覺得M號也不一定紮得進去 沒有 因為要看你下身的衣服 如果你下身像我這個這麼高 其實我現在是紮得進去的 我看一下 我現在是紮得進去的 欸這樣如果綁一個 然後就是很海邊阿 你又補合到主題了 我 度假的感覺也是 對 我去哪補 那 這樣子 就這一款可以包色欸我覺得 就是短版 然後又可以 然後又可以 比基尼 對對對 然後又可以這樣 欸你很會欸 這樣子 這樣子喔 對對對 但我這個捸得不是很好看 有點漏肚子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外設真的很好看 如果這樣 就是這樣漏塊也很好看 嗯 我是穿S號喔 這樣有人 而且這樣好像有一點運動風 因為我剛好有搭 這個運動褲 有嗎有 Home 看一下 褲子會很露屁股當嗎 你們覺得咧 這個會很露屁股當嗎 我覺得 我覺得它側邊算是比較短一點 我知道了 你介紹上一晚就換衣服我來介紹褲子 這樣不錯吧 這個讓大家別的顏色 它這個還有其他顏色 黑色我想應該用比較重 應該比較不會有人去買 紅色 紅色它是有點偏 這叫什麼啊 有一點復古的紅色 就是不會到大紅 它是帶一點專橘紅的感覺 但是畫面上好像看不太出來 你可以去上官網看 復古紅 對我覺得帶有一點復古相片的感覺 然後粉紅色應該就很 就很沒問題看 粉紅色跟褲子好像也蠻搭的 因為我的褲子是白色 就好像有一點 因為這個褲子設計比較有一點褲褲的 個性的感覺 等一下就由褲子的主人 來介紹褲子 怕熱又想遮陽 薄長袖是很好的選擇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如果是去海邊啊 但是如果是平日上班的話 其實應該上衣還是 材質 材質是由竹節面 稍微一點點透 sporty style 剛不能唸好 對看一下 綁的不是很優 對我剛剛沒有綁好 因為我看不太到 想換佩吉的內搭 佩吉的內搭就是這禮拜上的bra tee 等一下可余會介紹褲子跟bra tee 這禮拜的bra tee 其實都很像那種歐美的感覺 都可以直接單穿的那種 對 不太像之前的那一種 就是bra 就是要穿在裡面的 比較性感的bra tee 這次的是比較 稍微比較運動一點的 好 那換可余我去換下一套 那剛剛上衣介紹過 我現在專心來介紹褲子 褲子的版型是正常的 就是佩吉剛剛身上穿的是白色的 然後我現在身上穿的是綠色的 可是我是穿M號喔 然後我覺得我穿M號 非常的舒適 因為S號我跟小楊都穿得下 只是我們都覺得 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呢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我買了M號 然後我買了之後 我覺得M號穿起來也是很瘦 而且剛剛Cindy說 可余真的很愛做側邊的那個 對 然後 大家都發現了 M號穿完之後 我決定要去Bowster了 因為好舒服 真的假的 而且很想瘦 而且我在設計的時候 這邊有做一個 這樣挖一個V型 道理 就會讓你側面的時候 腿看起來更長 我想要包那個上衣 我要退到這裡 它這邊有一個這樣 我要包上衣 那天小楊穿S號的時候 他覺得有一點短 可是我穿M號 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最大是到L號 然後這一件有四個顏色 我身上穿的是綠色 配的是白色的邊條 然後還有紫色跟黑色 也都是配白色邊條 那其實那種酷酷街頭風女生 應該就是會喜歡黑色 就是會喜歡黑色 然後我覺得非常漂亮 是這個紫色的 我當初就想說 因為雖然紫色很流行 可是紫色下半身 我就想說 大家真的可以 會不會有點怕怕的 大家真的可以接送嗎 就沒想到這個食品做出來 真的很漂亮欸 然後Peggy在小雜誌裡面有穿 然後小楊在她私人的直播裡面 也有穿 這顏色非常的美 她跟我頭髮的紫色又不太一樣 她是比較粉紫 然後拼白色 完全就是 Soulmate 太好看了 然後剛剛 唯一一款拼黑色邊的就是 剛剛Peggy穿的是白底 然後側拼街是拼黑色的 然後我覺得 四款顏色都很好看 我已經買了綠色的 因為綠色的話小雜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Molly配背心穿 其實我覺得就是很 很青春洋溢 而且那個 這個稍微再舔一點 官網這一件配那個 耍背T 我也覺得很絕配 很像一套的感覺 因為那個耍背T 這邊有一道 粉紅色的那個字 跟這個剛好有 呼應的感覺 我自己會再買這個 因為 真的很好看 而且穿起來很顯瘦 選對尺寸的話 我來看一下留言喔 褲子看起來是我寶寶 對 紫色退色了我的頭髮 每個人寶寶都有一個特色 褲子版型正常 想問Peggy的內搭 Peggy的內搭 跟我現在身上的內搭 是一樣的喔 這裡面上的BRA T 大部分都是屬於比較簡 比較簡約 都是素面比較多 然後比較百搭的那種 然後我穿的是白色的 Peggy穿的是灰色的 然後這個是黑色的 給大家看 它正面就是一般小可愛的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裡面是有胸墊的 黑的好像看不到 它裡面這邊的胸墊是可以 從這邊 這樣 拿出來的 反正黑色看不到 然後它的背面是這樣 Y字的 就是蠻基本款 可是如果你有露出來到Y字的地方 又蠻好看的 這件好像可以買欸 對 而且很舒服 我的層高不是 然後這個 這個多少錢啊 不知道欸 299還是399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 我覺得它好像是兩件又組合這樣 一人一件 因為很百搭 你看穿這種會露肩的 不然其實 上衣就可以穿 其實自己戴兩件其實也蠻 而且我穿 我穿S 一定要配一個 一白一黑這樣 對 其實灰色也蠻好看的 灰色好像 如果灰色單穿配這個 去健身房也蠻辣的 超辣的欸 然後再搭一個白色襯衫 超辣 因為我覺得這禮拜其實都可以單穿 就是短版那種歐美的辣紅 我穿了這個bra tee單穿這個 蠻 很好看 再配一個襯衫遮陽 蠻 但是跑步機的時候就脫掉了 好我要去換下一套了 換Peggy Peggy的聖殿變一個 這就是度假 度假就這樣 哇 度假 有 有度假的感覺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合夜 欸我覺得這件很涼快欸 真的喔 我瞬間好像剛從這件 然後變到這件 跑涼快 然後這個碎花裙也是 我們賣得很不錯的 這件裙子很多人問欸 有應該有到前進吧 對啊 這裙 它有三個顏色 它還有深藍色 跟白色 那 嗯 我覺得選顏色的話 就是看你衣櫃上半身 比較多什麼顏色 比如說如果你比較多 白色 白色黑白色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選黃色裙 因為黃色裙其實我覺得 意外的還蠻百搭的 就是它的顏色還蠻 會它會讓你整個 就是穿搭變得很跳 就是蠻完全跳出來 然後我想給大家細看這個蕾絲 它是花的 它是這個什麼 它是整塊去用它的這個花 有黃的這種感覺 綿質的綿質的面料 整個是去做的 對 然後 它的腋下我覺得有一點 也沒有到有一點啊 就是大概是這樣 我剛剛想說會不會太低 但其實好像也還好 應該是它的那個 荷葉修飾了整個那個 手臂的感覺 蠻修飾手臂的 因為你看我 只有側面看得到我的手臂 對啊 可是前面好像 前面好像好像被削掉一樣 看不太到 而且我的肩膀是算平的喔 就是如果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覺得 自己肩膀也寬的話 就可以參考我的 我真的 以前打網球的 網球 我真的超後悔的啦 但我覺得你穿的肩膀變很小欸 就是有修飾到 就是 我知道 我跟妳講 有些款式我可以穿 可是有些款式要挑 這款我覺得我就可以穿 超好笑 好啦 然後 然後我現在這件 裡面剛好是穿 剛剛那個剛可依的介紹 也是BRA TID的嘛 在哪裡啊 雷絲的那件 雷絲的那件 啊好雷絲我沒拿過來欸 呃 等我一下我去拿 我去拿 你就直接這樣跑走 我來看一下大家 有什麼問題 咦 很亮眼的裙子 對 這一件很多人問 因為之前AA的時候 就是Molly還是 對好像是Molly 她有穿一件黃色 就是這一件 哪一個 妳說裙子嗎 對對對 這可魚也有穿 對對對還有可魚 她有穿去韓國的 對對對穿去韓國的 而且我很喜歡她皺皺的 很美欸 皺皺的面料 而且這是葡萄嗎 不是 不是葡萄啦 這是花 百合花啦 我是 沒有這是紫花欸 她就是有很多個小花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葡萄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葡萄 妳叫葡萄欸 然後她是 她是做 就是跟我們一般的裙子 其實不太一樣 是因為她是做直筒的 一般我們的下半身裙子 都是做散白 所以 所以看起來比較可愛 但是這款她是因為是做直筒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多了一點 就是比較優雅女人味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喜歡 所以大家可以去 嘗試看看這種 比較直筒的剪裁 然後她的下面啊 其實有拼接那個 她這邊有拼接那個 三百 就是有一點小細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對 她有一個小細節 對她的下百是另外在拼接這個 荷葉 荷葉群 然後裡面有內裡喔 就是不會怕會 太透或是太刺 所以基本上白色的裙子的話 應該是不會透 還是請大家不要穿太深的內褲 對 這裙子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因為大家 好像蠻多人為了睡花裙的 裙子可以搭配休閒風嗎 可以 可以啊 對可以 你就要上面搭T恤 然後下面配 對 大家可以去看 之前AA的他們去 工作室女孩去韓國拍的 他們都搭的比較休閒 但也是搭這一個 這一件裙子 對 看起來很涼快 涼快嗎 蠻涼快的 我這邊腋下涼快 哈哈 腋下很涼快 黃色很美 對黃色很顯色 而且我覺得夏天穿很適合 對阿 好我看一下喔 沒有問題我就 嗯 安全褲擦在哪裡 我知道 有一個是 有 這次有上了兩款安全褲 然後有一款是外面有嗎 一拼裙子的 然後一款是 純粹綿質的安全褲 但是現在沒有在現場 呃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上官網看一下 就是他這兩款安全褲擦的不一樣 是因為 我覺得有時候如果風吹起來 有那個 有一片裙的那個安全褲 吹起來其實 就是算是 還是蠻漂亮的吧 對對對 就是比較美觀 對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有裙的 就是不太像安全褲的感覺 它是裡面是裙子 可是它裡面那裡是安全褲 所以我覺得 就很像褲裙的感覺 對它是褲裙 對啊就是褲裙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那款之前 其實Puzzle有賣過 然後賣完 因為賣得很好 然後我們今年有在追加了 就是追加的這款 我覺得 我覺得夏天的話 你就是可以穿 如果短裙的話 而且 有些短裙其實非常短 你翻起來 如果是褲子的話 那個褲子會比較貼身 會比較不好看吧 怕人家還是以為那個是內褲的感覺 就是比較貼身啦 對對對 但是如果是一片裙的安全褲的話 我覺得 會比較美觀 白色的裙子會顯胖嗎 我覺得 應該還是要因人而異吧 但是它已經是直筒的剪裁 我覺得算是 這種 而且它是 鬆緊裙已經算是 比較顯瘦的 比較顯瘦的 但是還是要看個人 因為 因為其實我也是算那種 就是穿那種 蓬蓬 蓬蓬裙我會 屁股會一直大 那種 因為它上面好像做抓皺 所以 好像算蠻 覺得Peggy穿這件蠻顯瘦的 就是 應該算是 不會到非常胖 因為它是直筒的剪裁 對 然後跟大家講到這個內衣 我現在是穿 就是穿這件 蕾絲的 白色的 看得出來 它是蕾絲白色的內衣 然後我現在是穿白色的 我現在展示給大家看黑色 然後 我把肩帶拿掉了 喔 它這個可以拆的 對 其實我們的bra tee肩帶 都是可以拆的 只是 好方便喔 有些的bra tee 或是內衣 不適合 拆掉去穿 因為它可能 它的下圍是沒有做非常的 就是 不是專門縫 一字領的內衣 對 然後但是這款我是把它 拆掉肩帶去穿 我覺得 我剛穿到現在 我覺得好像 不會掉 不會掉 還是怎麼樣 算舒服的 算是舒服 但是有一點點的 唯一 就是覺得好像 如果再跳一下跳 好像就會掉下來 對 但是如果基本上 如果你沒有 動太大的話 是 是OK的啦 對 但是還是覺得 要綁個細肩帶會比較安全 但這款 有點像之前大家 一直瘋狂購買的那一件 背面有雷絲的那件 喔 因為我覺得這款也很漂亮 因為它是做無縫的喔 因為它 它是沒有 它是沒有做任何的開扣 它沒有開扣 它是直接穿上去的 就是 它的後面是整個 就是透膚的雷絲 所以 我覺得如果是買白色的話 就很適合夏天 對啊 而且它是直接透在皮膚上 就是如果 對啊 就是如果你是露背啊 或是挖背的上衣 就是可以直接露出這個類似 挖背的上衣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對 可以拆就兩穿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每個BRADT 幾乎都可以拆肩帶啦 對啊 很方便 只是看你們穿 如果這樣單穿的話 看會不會比較穩固 如果不穩固的話 就是 還是要 還是要去 加肩帶 因為有些內衣不是專門做 是一字零的 而且我覺得夏天穿BRADT 很舒服 很舒服對不對 對啊 比較舒服 我覺得自從穿的BRADT 然後就擺脫鋼圈 對 有一點回不去 就是 這個襯戀是薄的嗎 我看一下喔 給大家看 它是上薄下厚的 哇 黑色看不到 它是 上薄下厚 喔這樣可以 上薄下厚 它是下面 上面是薄的 然後下面是有點做 微凸的 但是其實沒有到非常的薄 就是沒有到很薄 就是一般的上薄下厚 這是沒有鋼圈的喔 黑板 大家這間好像都有買 對我們的胸罩幾乎都可以拆 幾乎沒有每一款 幾乎都可以拆 因為是方便如果大家如果直接丟洗衣機的話 其實這個很容易變形 建議大家這個用手洗 比較不會容易變形 然後也比較好更換 因為有時候這些胸罩比較容易 就是 發霉啊 或是什麼的 什麼的原因的話 你瞬間被拆下來 對 因為它是可以拆的 對 這個布拉蒂沒有鋼圈喔 有人說想看Peggy的耳環 耳環 喔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有很多顏色 它有四個顏色我記得 然後好像是禮拜五吧 禮拜五的新品 真式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閃電 閃電系 對 你很喜歡 然後又是花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之前有那個珍珠的對不對 對 珍珠的 小胸推薦哪一款 小胸喔 其實我們做Brother的主人 好像都是小胸的 我們穿 你們應該也可以穿 然後如果 因為是看你個人的需求吧 如果你是 想要很暴露的話 其實我們的官網 左邊都有分類 比如說我們有分 一般的薄襯款 然後有分上薄下後的罩杯 還有分暴露的罩杯 其實我們是有分這些罩杯的 所以每個人可以看你們自己的需求 你們想要怎樣的感覺的話 其實是可以從旁邊的分類去選購 暴露款推薦 上禮拜有鋼圈的那個 喔 你說那個雙肩帶那個 對對對 那個真的很爆喔 有鋼圈的那一款 推薦給大家 那個如果你本身就很風雲的話 我建議你就買M號 對 你千萬不要就買S號 不然我跟妳講那個點會凸出來喔 對 這一款真的是小胸推薦 有鋼圈的那一款 對 如果你要爆了 對 好像長的有背心 對對對 背心的 有粉紅色白色黑色的那一款 對 就是那一件 那一款賣超好的 粉紅色的 欸 白色好像是 好了 賣可魚 Next one 有人說幾乎都是看完直播才下單 真的假的 那個啊 因為我 對啊 比基尼哪時候上 那個小陽直播的時候好像有說 可是我忘記了 星期五是AA嗎 星期五不是AA 不是AA 再猜另外一個 大家很喜歡 一個月一次的 很多都一個月一次啊 哪裏很多 蠻多的啦 我現在上衣不是 有固定一個月一次的電台 上衣不是這禮拜的新品 是禮拜五的新品 褲子才是這禮拜的新品 因為我想穿上衣 都不見了 我現在穿的褲子是 淺打折設計抽虛牛仔短褲的淺色 喔 很多人猜對喔 哇 很多人猜對欸 這件就是 因為我有看小陽有穿 所以我想說我應該也可以穿 它是拉面拉到這裡 這麼高也要這樣 所以它是拉鏈不是扭扣 喔 它這邊都沒有扭扣 對 它前邊這邊 有做打折的設計 就會有一點立體的 有嗎 太遠我真的看不到 然後下擺是抽虛 然後這件我覺得尺寸應該算是偏大 因為我穿S號 所以應該尺寸是偏大的吧 然後它好像可以穿那種有一點 跟之前AA的那個公主秀的上衣 好像是可以打一起的 喔 那個T恤的那個 打折的感覺 這邊 這件很顯瘦我也覺得 因為它那個打折 但是版型偏大 所以如果你很瘦 或是你是XS的話 可能就不能買這一件 然後上衣是禮拜五的 滴裡的 欸可以講了 可以講了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種短板的上衣 就是很適合配高腰的褲子或裙子 這樣子 我個人很喜歡這種領子的衣服 Peggy好像沒有很喜歡 但我個人很喜歡這種領子的衣服 然後又是短板的 然後它的材質是 感覺有點高檔的材質 你摸摸看 是有挺度 就是稍微比較有厚度的一點 然後是不會透的 雖然它是白色 但不會透吧 延檔後會 六月底會有比基尼嗎 應該是不會有 這問題有點難倒我了 應該是不會有 有其他色嗎 就上衣還是褲子 褲子有兩個顏色 我穿的是淺色 然後還有深色 上衣有其他顏色 上衣有 有兩色吧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的嗎 會不會很熱 上衣嗎 不會啊 它不是厚 它是有挺度的布料 對 剛剛應該是有一點 不太 不太算厚 我覺得不厚 不會熱啊 我覺得不會熱 然後褲子好像 褲子好舒服 我好像可以 坐在這邊 你對於這個Lily的上衣 有什麼話要說嗎 你可以一起點 這個啊 對啊 無話可說 沒有就是 他跟我的 就是好像喜歡 慢慢夢幻一點 對 還不喜歡 可是這是可餘的菜 可餘好像喜歡 對 可餘好像喜歡 學院風的感覺 對不對 上衣偏合身嗎 不會啊 不會 他是這樣 他是 就是短板的 不用扎的 上衣扎起來 我很奇怪嗎 應該是沒辦法扎 可以扎 除非你穿超高樣 對 我覺得沒有辦法 可是我覺得 好像蠻適合小隻 因為他其實就是短板的 多小隻啊 不知道 Ruby就可以不用扎 Ruby就可以扎 是可以扎 就是很高腰的衣服是可以扎 但是我覺得不扎比較好看 不只穿S號 所以這一件尺寸是偏大的喔 前大折 夏秋緒 然後這是偏大的 因為我有去看到它的尺寸表 它的確是比較大一點 上衣好學生 我就喜歡好學生 其實我跟你講 對啊 我喜歡做襯衫 對 可以喜歡做襯衫 尤其是這種頂的襯衫 褲子版型偏大 很修飾臉型 褲子版型偏大偏大偏大 講三次 剛剛那個側拼街的那個沒有偏大 正常 可是又要生氣喔 我沒有生氣啊 我怕大家買錯 是真的有偏大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瘦的女生 就是很小隻很瘦的 那好像就不能買 因為莫莉 不能買這件 對 Molly穿這件有一點大 對 像Molly的身材就不能買這件 你就要買側拼街的那一件 Peggy這件怎麼 嗯 開預購了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賣得很好 啊我跟你說 賣得很好 對 太熱買了 但是大家 我們現在預購一樣 可以無限 就是你可以 如果很喜歡就是 預購那件 那對我現在是穿平口 平口 平口那衣 剛剛蕾絲的那件 我就沒有脫 我想說 穿到最後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的嗎 對 因為我現在沒有加肩帶阿 好像不錯阿 所以我怕 我不會掉下來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挑 應該我覺得你這個洋裝的胸圍算合的 我剛剛就在看 對 可是我覺得它好像有點低耶 可是我是說胸圍 就是厚度的部分 因為你穿很 我覺得它剪子還很漂亮 這應該是小 可是我覺得它算蠻包覆的耶 可是就是如果胸部有肉的女生的話 可能就要選大一點 因為它的胸圍有一點合 就是因為它算很包覆的 所以如果 可能胸部 就是上圍比較 就是要怎麼講 豐滿的女生 對 豐滿的女生 就要穿M 對 就是要看一下尺寸 它的剪裁真的很漂亮 而且 model的話 它裡面有穿一個蕾絲的上衣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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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的很可愛耶 內裡有內裡的黃色的 這件也是 它有口袋耶 真的耶 這件也是上班度假型 我可以穿這件上班嗎 可以 可以穿這件上班嗎 可是裡面就是要搭蕾絲 對 耳環 怎麼大家這麼快就發現耳環啊 對啊 我都忘記了 耳環也是 禮拜五的 禮拜五的 我想說剛好蠻搭的 好像禮拜五的 因為我們這次上架好像都沒有 沒有飾品 對不對 對 我想說直接搭 直接搭 這個扣子是假的嗎 好像是假的耶 對 是假的 是假的 對它這個是假的 它沒有辦法開 所以你不用怕 就是旁邊有酷光 它這邊有拉鍊 耳環是 真是 對 禮拜五的耳環 都蠻燒的 都蠻漂亮的 蝴蝶結可以拆 它可以拆 然後是可以脫下來 就是它是可以拉下來 可是我覺得有蝴蝶結好像比較可愛 對啊 比較可愛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蝴蝶結好像可以綁在後面 哦對對對對對好像可以 你要幫你綁 來我幫你綁 因為我覺得大家綁蝴蝶結好像都太喜歡綁在前面 其實有些如果我們有做蝴蝶結的款式啊 它那個綁在我們都是做活動的 大家都可以綁 往後綁 往後綁也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可以綁緊 我覺得綁緊一點就比較有腰身 雖然它本來就有做一點腰身了 所以 我先一個大概亂放一下 這樣有可愛嗎 這樣有可愛嗎 這有可愛嗎 這有可愛嗎 你轉正面我看 貝皮蠻可愛的啊 對啊 很可愛 正面的話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 就比較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可愛 沒有那麼可愛 應該是稍微比較成熟一點 但是 就是背後是可愛 對面是可愛了吧 耶 然後 欸看的到鞋子嗎 鞋子 鞋子 我覺得妳穿這張鞋子很好看 我今天穿這張鞋一整天 對啊一整天了 一整天 好走嗎 我有個心得 什麼 我覺得是 我這雙鞋太大雙了 天大 所以 我的這個繩子會一直飛掉 因為我平常穿 我平常穿二三半 但是這雙鞋是二十四半 我覺得 看起來是 好像可以在 我覺得可以拿二十 大半號 就是如果大家有買鞋子的話 比如說我二三半 你可以拿二十四 會 應該會比較剛好 喔 妳平常是穿 二三半 二三半 然後這雙是二十四半 喔 所以大一號 對大一號 我覺得可以大半號 腳底會痛嗎 妳今天走這麼久 不會不會 不會痛 它是軟的 它這雙是 軟的 不會痛 穿一整天都不會痛 因為它 我們今天早上 一早就出門了 我們在外面奔波了 大家都穿這雙鞋 它既然都說不會痛 那代表就是真的滿軟的 我覺得不會痛 因為這裡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會痛啊 因為女生不是最怕就是後腳跟 對喔 這個 應該沒什麼好看 應該是怕底可能穿久 有些兩鞋會 會炸腳 但是這個是 我覺得是有點軟 偏軟的 所以 所以應該算是滿舒服 只是鞋子的尺寸要選好 不然繩子會太大 不然就是 你會變得像在穿拖鞋一樣 然後 洋裝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鞋子是什麼材質喔 我不知道欸 拿大半號嗎 鞋子齁 對 佩基建議拿大半號 而且如果 因為它這個旋頭 可能稍微比較窄一點 如果你的腳型 你是寬版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要拿大半號 會比較舒服 鞋子有其他類型的款式嗎 我跟你講 禮拜五精彩 對禮拜五真的超精彩 是我遇過最多配件的一檔 真的 對 是我遇過最多配件的一檔 而且都很好看 我覺得 都是 都是 都是上外面過來的 都是上流行的 對 算是流行的鞋子 現在流行的款式 如果你還沒有買鞋子的話 你先不要買其他家 先買 我們這家的 因為我覺得你只要買好我們這家 你這個春夏就不用再買鞋子了 對 算是 還蠻 應該是 百搭的 如果你想要買這種娃娃鞋 有後版沒有的 拖鞋式的 都買得到 對 兩鞋也有 然後 剛剛有人說 對鞋子是星期五的 花裙是穿什麼尺寸 我是穿S號喔 我穿S號腰圍是 就是 就是 因為它是鬆緊的 所以是 剛好的 鞋子最小幾號 應該是23喔 我不知道 正常好像應該是23 這個要等那個 但不太確定 會有26 不 不確定 不好意思 大家禮拜五上官網開 因為我知道 對我真的不知道 有我這個尺寸 有我的尺寸而已 真的不知道 對 然後 尺寸表應該會有寫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要量一下 自己的腳板 可能多少啊 幾公分什麼的 對 對鞋子是新品 腳底會痛 我覺得不會 好 沒有了 白鞋跟紅鞋哪個比較百搭 不一樣的感覺 白鞋吧 白鞋比較有搭 對 因為我衣櫃好像都是 真的都是比較亮色系的 東西 應該是要看 看你們家 你的衣櫃 對 看你的衣� 但是紅鞋其實搭牛仔褲很好看 Ruby這雙鞋有穿過嗎 我沒有穿過欸 Ruby不是這個菜了 如果你要我幫你吃尺寸 我可以等一下試 但這雙鞋我目前還沒有穿過 好 那我 明天會上 禮拜五 禮拜五 禮拜五啦 我現在換下一道 我現在又是處在一個快不能呼吸的狀態 喔我的天啊 這個就是剛剛說那個耍廢人身體 沒錯 耍廢人身體 我看到他的品名就叫 為什麼身就變得怪怪 我看到他的品名就叫耍廢人身體的時候 我這樣子快要笑死 然後我就會問阿甘說 你你取叫耍廢人身體喔 因為他這邊寫說 I just wanna eat 這就是 應該是eat 這就是阿甘的人生名言 阿甘的人生名言 就是這個 I just wanna eat Ruby平常喜歡穿球鞋 對 我平常很愛穿球鞋 可是他都上衣穿很少 或很貼 你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對 然後大家應該都是看到白色的這個配紫色 但他其實這個 這叫什麼啊 藕色嗎 也是配紫色 他是有一點比較暗的一點的紫色 比較沒有什麼的 我覺得光很奇怪阿 應該是天空已經暗了吧 太陽要下山了 天空灰的像酷過 看起來 看到品名也有笑出來 對我想說 很生活化的一句 他可以私下叫這件說傻廢人生聽 沒想到他真的把他寫在官網上 我就哇 還是你們以後這樣都這樣去 他們現在有另外一個路線了 還是以後你們都這樣去 因為我之前最 我之前最 最 就是最 該怎麼講 最這樣子我是寫到厭世 我就寫到厭世標語 你寫到厭世標語 我寫厭世標語 Not today的那一件 喔喔喔喔 我寫厭世標語 但沒想到他直接寫耍廢人生 我想我 嗯 蠻有阿乾的風格 那個不穿好 那個你不就是叫不穿好嗎 對啊可是不穿好還好吧 就是很白話 意思就是比較白話 而且不穿好好笑的是 天貓就是有看直播的客人就說 他也有買那件不穿好襯衫 他說那個不好穿的襯衫 我有買超喜歡 不好穿 然後我就說 是不穿好但是很好穿 好啦我要認真開始介紹了 這個T恤版型就是算是 穿起來是舒適寬鬆的 然後這個顏色的話 有些人不太喜歡那麼 明亮的 像白色或是淺色的 Ruby在跳舞 的顏色 這個是比較沉穩一點的顏色 但我覺得也蠻好看 然後我就配了深色牛仔褲 因為平常我應該是會穿淺色 但我就想說 穿深色給大家看 然後順便配了這也是深色的T恤 然後裙子的話 我現在是穿S號 但是 非常的近 所以我如果 如果是我自己要穿 或是跟我身材差不多的人的話 應該是要買M號 才會比較舒適 燈好黃 我等一下我調一下 燈光 我也是覺得燈很黃啊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這樣有好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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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深色的 然後他這個裙子的特點就是 1 他是排扣的 深色的拍得出來嗎 他是這樣排扣的 就是從一路從這邊 第一顆到最後一顆都是可以解開的 然後二鏡他有附這個綁帶 你可以自己綁扶一點結 或者是你不要把它拆掉也可以 然後 但是我自己 我的身材應該是要買M號 我現在穿S號很緊 M號 因為我現在穿S號 背後也是有一點太短了 有一點 不安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裙子穿起來是 很百搭 然後蠻顯瘦的 因為其實我現在很緊 看起來也不會到快要 而且我覺得 淺色很有 就是很可愛耶 就是有點可愛的感覺 因為他會把肉都塑進去 然後淺色就是夏天很百搭 我在小雜誌裡面是穿淺色 裙子是不是有點像燈籠的形狀 它其實是A字裙 是因為我現在穿這個太合了 所以才會變得有點像 燈籠的形狀 你還不穿Lily 你還不穿Lily喔 是A字型 但是是因為我現在穿S號太合了 才會變得有點像燈籠的形狀 對Ruby在挑少女時代沒有錯 你幹嘛被添出來啊 所以這個裙子 我覺得夏天可以一定要有一件 我自己會喜歡淺色啦 但有些人喜歡穿深色 你為什麼換了一套衣服好像不一樣的人 你要找到你老婆嗎 你現在很像蔡思雲欸 蔡思雲 蔡思雲 王陽明的老婆 蔡思雲欸 the style 蔡思雲 the style啊 就你老公啊 她現在有一點黑辣妹的感覺 對 突然欸 我跟你講我現在這套真的是度假了 她剛才假裝她不想要度假 我家真的是太打絕了 蔡思雲就是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題 對 是慢慢的開始符合今天的主題 這個這樣我都不知道是這禮拜的欸 應該是這禮拜吧 是這禮拜啊 是這禮拜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 好像大家比較不太敢穿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想像我穿這件 但是我覺得你穿這件很好看欸 對 我穿這件很好看欸 而且她有另外一個淡紫色 她還回頭看著那一件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個橘色 因為我覺得還蠻適合唇下 而且如果搭草帽的話 就是很適合欸 而且她是雪紡的面料 我覺得很涼快 很涼快 然後她後面這邊是做這個 蠻特別是做打懶 這樣子的 打懶 妳好專業 妳這專業的一個不行 專業欸 我要讓她綁帶 她在後面做 鬆緊帶 她這個肩帶不會太細 算是粗的肩帶 對吧 應該算中整 對 像這個的話 她的腰圍這邊 因為她有這個 打懶有鬆緊 就可以撐到這裡 所以就 如果妳是瘦的 只是上半身比較豐滿的人 妳就可以還是選S號 對 而且她其實 就是她那個褲子的切線 其實算有點高了吧 妳看妳的肚臍在哪裡 肚臍在這裡 肚臍在這裡啊 有內裡嗎 沒有 欸 上衣有 欸 有內裡嗎 看一下喔 下身 沒有欸 好涼快 上身有吧 沒有啊 那應該就是做雙層的吧 上身是做雙層的 就是比較好 很涼欸 好舒服喔 好像在裡面有 妳要不要翻譯一下妳的 打懶是什麼 打懶是沒有幕布的 就是這個東西 就叫做打懶 打懶 打懶 對 沒有幕布 就是遊覽車的懶 這個叫做打懶 跟大家介紹一下 真的假的 我們不知道是遊覽車的懶 對啊 160穿會太長嗎 我覺得還好欸 因為Peggy 小心喔 Peggy 158 165的話 而且等一下還是穿兩鞋喔 哇 Peggy的兩鞋很好看欸 我跟你講 這也是禮拜五的吧 沒錯 妳有兩個不要一搭一搶 我跟你講 你買完禮拜五的鞋子 你春夏都不用再買了 就是不用買 就是禮拜五一次買完就對了 就是一次買完就可以了 這款那個小姨用穿 應該是說小姨她自己有打包一件 打包一個眼鞋 她在那個小雜事都穿這個 對 這個 阿那個阿甘穿小雜事穿黑色的 也很好看 那一雙也蠻多人問的 對 這個是白色 黑白兩色 我覺得白色好像我會覺得比較大 帽子也是 帽子也是 沒錯就是兩鞋 帽子它是有點混色的 其實我是 我沒有不穿禮禮 我是慢慢的 對慢慢的 戴到一些 衣衣的商品 因為我知道大家 會想 比較想來看一些配件 走久會痛嗎 走久會痛 應該是 沒有應該不會吧 我覺得大家走久會痛應該是 最怕就是 鞋子的後跟 對 或是底部吧 而且因為像是涼鞋 我覺得比較不太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涼鞋底都算軟的 就是不是那種很硬的那一種 對阿 其實就是一塊一片一片這樣子而已 對 應該算是正常吧 好 然後我看一下 草帽 禮拜五 對 它是有點混色 對混色 我現在戴的是 叫什麼咖啡 卡其色的 大家看得出來它是有點混色 就是它有一點混淺色 那種 然後 帽園你一樣可以就是 有空就這樣這樣 就要自己捏 對你看你想要捏哪邊 你就會自己捏成哪邊 你就會自己捏成哪邊 就這樣捏 自己捏可以自己捏 對 哈哈 然後 你捏一個那個 高一點 有人說它穿薄的底部都會抽筋 我之前有買一雙也是非常硬的 怎麼抽筋 也會炸腳底那個感覺 我是穿人質拖鞋 我會 障礙 我腳會變這樣 就是我不會穿那個藍白拖 你不會夾 我不會夾 我會這樣 喔我手抽筋 好累喔 好 兩鞋還沒上架 欸大家會不會買鞋子 然後 然後就不買其他的衣服 因為鞋子一件就免運了 是不是 你不要這樣子 沒有提醒你們 欸可是要買衣服 我覺得這禮拜衣服真的 算是蠻多設計款 就是很多小細節 對小細節很多 我覺得我先去換 可是可遇不見了 好帽可以捏愛心的形狀 對阿 因為它裡面是有 鋼絲 就是它要算鋼絲吧 對阿它是有鐵絲在裡面 對對對鐵絲 然後它其實帽尾還可以調 對它這是可以調 而且你看它連這個 都是做咖啡色的 好美 真的欸 很美欸 這有配色欸 對啊 好 好 我覺得帽子喔 算它會有兩個顏色 帽子應該 然後算是還 夏天一定要有一個超帽 我覺得它的寬度算是正常 就是有些帽顏不會太短 是不是戴起來很好看 褲子有口袋嗎這件 有 這件有口袋 有口袋 有口袋阿 然後我覺得材質很舒服 很垂脆 好好好 欸你的菜 選舉選舉 選舉 我就知道你會換這件 我也知道 可是我特別拿粉紅色欸 還是我要等你 你一起穿好 我一起亮相 你說我穿這件喔 阿那怎麼辦 你不是等阿那怎麼辦 你先 沒有啦你先上去好了 好今天的新品 哇 我好喜歡這件喔 今天的新品介紹完囉 要來搶先曝光禮拜五的Lily了 對要設腦中 帽子跟上一款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有沒有混色 你說草帽嗎 對對禮拜五的那一個是有 有點像雙色 然後去混的 比一個有點像編織的感覺 背後是鬆緊的嗎 剛剛那個連身褲背後是鬆緊帶喔 什麼懶 什麼懶帶 叫做打懶 這是小知識 小常識 冷知識 不用知道 想看可以穿連身褲 那個我沒有辦法 因為它是無袖的 我不行 這禮拜一直很想買 但我忍了 等這禮拜五 一起買嗎 對 等禮拜五一起買是不是 對啊 我很喜歡欸 我好喜歡喔 好我要開始介紹囉 這個上一是這禮拜五Lily的 然後它完全就是我的菜 因為我一超級喜歡 蝴蝶結 襯衫 然後有蝴蝶結在這中間 然後要超級大蝴蝶結 對然後二我超級喜歡 最近有一點喜歡 有墊尖的衣服 應該是說最近很流行這種 韓牛都會穿這種 因為我看韓國路上的Oni 都是這樣子穿的 就是它的那個線條是有點這樣 有點宮廷秀的 Petty 158喔 然後這個是 然後它的格紋也很特別 不是藍白單色的 給大家近看一下 雙色 四色 它有藍白 有一個藍綠 粗的是藍白 對 然後還有一個粉紅色 細的是粉色跟一個淺藍 是很特別的格紋 然後除了藍色之外 還有粉色 然後再加上我現在這個褲子 這邊也蓬蓬的 就顯得我好像很 好像很韓 自己這樣整 然後它後面這邊是有一個拉鍊的 然後它是有一個這個小細節 有拉鍊的話就不怕 林口太小頭套不進去 然後因為我剛剛有說 我就是超級喜歡襯衫領阿 所以這件就是我的菜 我剛剛就是 那你明天 你禮拜五會買嗎 會買阿 而且這個藍色跟我的頭髮很搭 好 OK 而且剛剛小楊在旁邊看到我穿這樣 還說很韓 而且它這個公主秀真的是 會 會修飾你的手臂耶 因為它這邊這樣蓬蓬的 根本看不出來我的手臂很蓬 看起來是布料 就是半心半藍就這樣 不會看到我真實手臂其實 佔了這麼多 這樣子 很好看耶 而且這樣子有一個白領 然後跟格紋 我覺得是蠻新鮮的 因為我們平常好像比較少這樣子做 我在等Peggy來 應該說這個配色還有就是整個款式 就是很韓國的感覺 好像每次每個月都很多人在等Lily耶 就是都一直不買一直不買一直忍耐 不能這樣子阿 很像星期二新品有一件蓬蓬袖 四個顏色的那個布料 對對對有一點像 但是那個因為裡面它有加衣服 它不是穿那件 所以會更蓬 但是它也是穿格紋阿 Peggy穿的這件也很可愛 要不是我不能穿背心 我也會喜歡這一件 你們兩個今天一個好點 而且我發現Lily支持很多格紋 對啊 就剛好 是清新感的格紋 我剛剛以為你會選粉紅色的耶 我沒有很喜歡粉紅色 喔真的假的 因為我剛才拿上來說 可以應該會穿粉紅色的喔 但是阿甘 我比較訝異阿甘駕馭的時候 穿這一件的粉紅色 欸可是他說他沒有穿耶 他有啊 他不是穿這個粉紅色去看演唱會嗎 他不是穿這一件嗎 對啊我剛剛問他說沒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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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嚇到 他在拍我誰阿 他在拍我誰阿 這個背心它有兩個顏色 然後 因為我 忘記我黑白色放到哪裡了 其實這樣搭好像有點被吃掉 是不是有點融在一起了 應該是配深色的牛仔 對啊好像是 我剛剛有點太敢 所以就配了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配 這個背心很可愛喔 尤其因為 他可以正常穿內衣 他這個可以正常穿內衣 不會外露 不會外露 因為他這個肩帶夠寬 夠寬 然後他這邊是有彈性的 所以 所以他就算這邊沒有辦法調的話 你只要拉好 其實不太會曝光 然後這邊也有做一層荷葉 很可愛阿 然後他這個布料 他不是只是一般的格紋 他是有皺 表面有皺皺感 皺皺感 對 他的紋理是皺皺感 菁姐很流行這種抓皺的面料 對啊 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 嗯 就是前後都有冰荷葉 然後他其實長度沒有到 非常的差 可以看沒有渣的長度 對 我先講完褲子好了 給大家看 褲子也是Lily的嗎 對褲子 他是做牛仔的褲裙 有點裙子的感覺 很可愛的感覺 但他是有一點 就是他是薄的牛仔 不是一般厚的那種 因為他比較薄 所以才會有裙子的感覺 就是比較可愛阿 比較甜的 比較甜美一點的感覺 然後我穿腰圍的話是 有點緊耶 就是我現在有點緊 就是你看好像有辦法曬下去 還是中午吃太多了 沒有 我今天早上一穿就好像有點緊 大家可能會看一下尺寸 而且 我覺得好像會 就是有點緊 就是有點緊啦 你到底要說什麼 你不要一直講話 我一直是 對我不要再講話啦 對 沒有啦 是Peggy中午吃太多了 對 然後褲子 後面好像就沒有那麼散 就前面比較可愛 比較褲裙的感覺 看起來褲子 看起來褲子也很褲子 這星期有Lily 沒錯 這星期有Lily 禮拜 午Friday 然後我帽子是戴白色了 大家有發現嗎 不一樣顏色 白色就比較沒有那麼褲 大家還在等你 拉出來看長度 是 就是如果你們搭長的牛仔褲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紮 因為它是做短板的 對 我不喜歡穿短褲的人 對 如果你不喜歡穿短褲 或是你可以穿白色的長褲 我覺得可以 就是那種窄館的 你們想像一下 啊我知道黑褲 黑褲也可以 黑褲有搭 黑褲有搭 有搭黑白鴿 所以你們不用紮 可以 但是如果是搭短褲的話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力度 剛剛有人說蓬蓬的 就是因為它這邊 如果你不紮 你拉出來蓬蓬的話 就會建議你下半身搭 合身的牛仔褲 或黑褲 但是如果說你下半身這邊 已經是散狀 我就會建議你 不能搭散狀 就會建議你這樣紮進去 讓比例看起來會比較好 或是你搭合身一點點的短褲也可以 上衣有藍白格跟黑白格 對 還有別的 沒了 就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我跟可瑜這兩款 那你還想要穿別的Lily嗎 要嗎 不然 看大家怎麼樣 大家全不知道Lily有什麼 不是啊大家還想看嗎 還有一款碎花洋裝 還想看嗎 想看嗎 超過五個就穿 怎樣要打什麼嗎 穿過五個 超過五個 不是也只要穿 你說穿Lily的啊 對啊 要 好一個喔 一個而已 一個而已 Ruby是不是有一點幼稚 對啊 我覺得我先去掛 好啦去掛啦去掛啦 我換那個碎花洋裝 穿洋裝 好 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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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帶那個寶寶帽 Peggy要去換一件很漂亮的洋裝 真的是很漂亮 喜歡Lily的人一定 會想要買的洋裝 也是寬件袋的 好 我知道大家想看 大家不要理Ruby啦 她太幼稚了 想看耳環 對齁 耳環呢 有嗎 剛剛Peggy有帶很多啦 啊 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這個錢打折牛仔褲 我發現啊 她這邊不是有做兩個口袋嗎 是假的欸 好笑喔 是假的不能插進去 後面也是假的欸 所以她是 假裝有口袋的短褲 但她其實沒有口袋 Peggy 158公分45公斤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禮拜五的雨環都是真式的嗎 對 Lily的都是真式的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露回答什麼問題 我喜歡穿那些很辣欸 會穿牛仔喇叭褲 內褲會透出來嗎 是在問哪一個 這禮拜Lily有傻雜誌嗎 有 Peggy現在在寫了 大家 禮拜四晚上 記得要鎖定喔 每次Peggy寫那個小雜誌 都是寫 大概一整天吧 八個小時 都在寫小雜誌 小雅身上是哪一件 小雅身上是哪一件 她是在說小雅身上的裙子 有一點短 很辣 對 她說裙子有一點短 我說很辣 我說很辣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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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短的欸 有安全褲嗎 有啊 對阿 因為你要亮相一下 工作還沒做完欸 我覺得很辣 請問你們夾式耳環夾久耳朵會痛嗎 來這個問題 專業的 專業的夾式耳環王 蠻痛的啊 大概只能帶一個小時 我覺得極限 或兩個小時 可是因為沒辦法 她就是 嗯 那個夾式就是這樣 我覺得還OK 小雅是建議大家有需要的時候 例如說開會拍照聚會的時候再帶 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但是你在路上就比如說車上或者是辦公室的廁所就可以先拿 拿下來 因為有點太痛了 就簡直像穿 穿耳洞 比穿耳洞還痛 對比穿耳洞還痛 對 我就是穿了這一件我也覺得很痛 覺得很辣 就是 這個我現在在拍AA的新店 可是蠻多人說覺得旋轉的不太痛欸 對啊因為像我這個 這個 它是AA的 它也是旋轉的 好像我們家室都是旋轉的 你可以自己 自己 那個 自己調 因為它可以調 如果你耳垂就是薄一點 就是調的緊一點點 那我因為 我比較 那個 耳垂是肉的 這是有福氣的意思 我想說小楊一直楚楚可憐的 看著我是要說什麼 因為我也不知道她的耳垂是怎麼樣 就比較肉一點的耳垂 對 裙子是褲裙 然後它側邊有開拉鍊 但是你看我拉鍊還沒有拉起來 拉不起來 忽然接 開始介紹AA 我這套是AA 因為我現在在拍穿搭 就是AA要賞掉的搭蛋 但很辣欸 嗯 就是 對 有點就是 Peggy來了 我可以走了 謝謝小楊 禮拜五 對禮拜五 四禮拜五很漂亮 對禮拜五 很美 這次的款式真的很漂亮 而且會有一些 很special 很質感 很 很 你們說了什麼 坐我還沒有說 現在在說 什麼東西 坐飛機 坐船來的 坐飛機 那邊沒船可以到 對 坐飛機來的 小楊的項鍊也是AA嗎 眼睛這麼立 看到項鍊 對 是AA的 歡迎 Peggy 超美的吧 睡花養妝 你幹嘛拿這個 我想說等一下 介紹大家給看這個 你先介紹身上這個 睡花養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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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你重破 凍機 眼睛太大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鄉村風那種可愛的 對 就是那個你知道那個牌子 CAS什麼的 我叫CATH 就是都是小碎花 對 CATH的那種感覺 然後 英國 對 這個是一定要買的 有人已經說 我要買洋裝 這個一定要買 可以轉一圈嗎 哪一種轉 哇 可以再轉一圈嗎 是不是很 很飄逸 這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有另外一個藍色 鞋子也很多人玩 喔對鞋子裡 要CUE到一下 而且穿今天上班很舒服吧 很舒服啊 很涼快 懷孕也可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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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現在辦公室人在 瘋狂找一些懷孕可以穿的衣服 真的 我們現在辦公室女孩 非常喜歡穿寬鬆的衣服 因為上班如果女孩一整天 其實不舒服 對 反正我覺得它是 它這邊都有鋪合液面 你這麼近看的意思是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面料 不是只是一般的學法 它是有皺皺的 有皺的 但它的皺跟剛剛那個格文不一樣 它這是有直紋的皺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是你給大家看一下剪帶的 它是粉紅色的花 我覺得這個碎花很漂亮 而且它那個綠色跟粉紅色搭的 我覺得很合 算是我撿到的寶 這個布卡 我也不知道怎麼撿到的 很會找布欸 很會找 很會找 不細 是嗎 不細 而且它這個也是寬肩帶 就是也是一樣可以遮 應該是可以正常穿的衣 雖然我現在是穿平口 對 有人說這樣懷孕就不用再另外找衣服了 對啊 我們好像蠻貼心 大家很關心懷孕的那個話題 貼心 這件很漂亮 因為我覺得很暗 你好好介紹 這邊有一層荷葉 然後這邊又有一層荷葉 然後這邊又有一層荷葉 對 這個可以把就是肚子的一段遮起來 嗯 它的腰線做比較高 所以其實也看起來腿很長 然後這邊又有在拼接一段 然後有抓這種這樣子 有點像魚尾的感覺 很可愛 然後它裡面是有內離的 所以不用怕會痛 那你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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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 公主殿下 我覺得 這件洋裝一定要擺 因為 算是很可愛的洋裝 算是很可愛 這什麼廢話 來 褲子 好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最後Ending了 褲子大腿 就是 配你最愛 下半身一定要買的褲子就是這件 為什麼 因為它是四個不同的寶石 你等一下我啦 我來給大家看 欸 可是它這樣造起來三顆是一樣的 就是它是四顆不一樣的COSE拍的 沒有 你遮住一顆一顆看應該就拍得出來 第一顆是黑色金邊的 嗯 然後第二顆是 珍珠 珍珠金邊的 然後第三顆是水 水晶的那種嗎 對 有點水晶 對 然後邊 邊也不一樣 然後這下面的是比較平的 然後是 然後邊是沒有花紋的 對 其實 有光澤的 這也是蠻瘋的 它其實在螢幕上看不太出來 但是本人應該是算看得出來 因為之前有很多人問Peggy身上有一件不同寶石的衣服 那個之後會上 對 之後會有 然後現在會有一個不同寶石的褲子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後面是鬆緊帶 對 好方便 就是你穿脫其實算是蠻方便 很舒服的 所以是舒服的 牛仔褲 而且它又是寬褲 它是牛仔的面料喔 但是是薄的那種 比較軟一點的牛仔褲 牛仔褲 然後是寬褲 褲子應該只有一個顏色吧 對 它是只有一個顏色 但是我覺得是 就是 算是 基本款的好 好搭的顏色 又顯瘦 高腰 欸你這個如果出這樣的上衣也很可愛欸 所以這個褲子剛剛好 欸真的欸 不然你們就買一張啊 還是你把它砸進去 還是你現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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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減瘦好穿 四顆不一樣的褲子 然後後面是鬆緊帶 好 剛剛有人問 不敢露手臂的話 買這個洋裝 要配什麼外套 我個人推薦 可以 就是可以買 那個MQ 上禮拜有一件 特價的針織外套 它是透脊感 就是很薄的那一種 就是 你要遮手臂 但是又不會太熱 然後而且重點是 它才290 你直接幫一個MQ的廣告 我希望等一下床床 不會稱讚我 就是我直接 我直接推MQ的那間搭這個我覺得很搭 因為它好像也有那種 這種顏色 就是可以直接搭在外面 嗯 好 然後我們今天差不多了 小雜誌明天晚上7點會上線 雖然我還沒寫 我等一下要來寫 可能會待到9點 還沒寫 還沒寫 對啊我今天還沒寫 我明天要拍照 我們再重點整理給大家一次 對 週一新品的重點是 有很多好搭的BRA T 然後還有竹筊邊的上衣 然後這禮拜有非常多的下半身 嗯 然後大家可以回上去看 然後再來第二 欸 Lily的重點是禮拜五早上10點 然後B買的是 這一件 就是剛剛這個那一件 還有配件類 還有這件 還有鞋子類 喔鞋子 還有褲子 欸 好 你會不會 會感情 沒有我跟你講真的很多東西 好 我們欣賞禮拜五真的是上過最多配件的一次 欸 跟大家說掰掰 好 掰掰 欸有人可以看後面 所以我們就用後面跟大家說 OK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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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designs 字έ 咵